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和麻羊的儿子也要继承一波 NHK的行家本册里也讲述了海老藏的歌舞伎之路 业务能力没话说 身上背负着家族使命 现在又要作为父亲 又要作为师父家儿子歌舞伎 只是这几天他跟自己的博客说 感受到了长女身上有麻羊的DNA 接着就被喷了 你别再拿 麻羊炒作了怎么样 麻羊麻羊都烦死了 媒体写他的时候 除了麻羊以外 就没有别的话题了吗 你到底要用麻羊和孩子 炒作到什么时候 我已经不想看见 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消息了 总是摆出妻子和孩子 真的太恶心了 利用王妻来赚钱的手段 差不多就行了 请一次反感他的评论 甚至还有人直接了当的问他再婚怎么样了 一夜之间 这个浪子回头的痴情人风情 好像就变了了 究其原因 大概是他以前花花公子的渣男形象 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吧 再和小林 麻羊结婚之前就留恋个个银做酒吧 被抱的恋爱对象 从米苍梁子到公子里会 多到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然而最轰动的莫过于 他和女星制制名字的私生女了吧 两个人高中认识并且交往 后来女方怀孕表示想生下来 还老丈说自己没有结婚的打算 于是就一每个月 付一百万抚养费解决了 之前 大家都对他在妻子婚来后 属在身边不离不弃的行为很感动 然而也有人觉得 要是没有嫁给他麻羊也不会死得那么快 毕竟他在结婚以后也真的没有很安分 据说 经常玩到半夜才回来 而且才结婚第二年就因为喝醉酒后 我抱走足的领头嘴里灌水 而被抱打了一顿 只能出来谢罪 媒体当时还把他受伤的地方画出来了 牙齿缺了 鼻子肿了 昨天内出现 一看就是被打击很惨的后来麻羊化癌 他就做起了一个好丈夫 又在麻羊去世后 哭着说出了 这是我人生中流泪最多的一天的告白 但麻羊走还没一周 就被拍到和麻羊的姐姐小林麻烟 一起带孩子去迪士尼 甚至一度传出两人会再婚的消息 正好在麻烟现在也结婚了 只是作为孩子的阿姨还有联系 再后来 又传和米苍梁子复合的八卦 不过 这些都没影响到他 该工作工作该大哇大哇 只是爱狂魔的他不管事 什么都能提到去世的妻子 晒了一张儿子舌头碰到鼻子的照片 因为自己做不到 就说是遗传了妻子 再知道 就说今天是他和麻羊入籍的日子 总之 随手掰掰他的爱 基本都能看到麻羊两个字 不仅自己的爱会这么写 参加活动出的通告 也全都带上了麻羊的名字 并且只要提到 就必定会哭会流眼泪 上节目也会提到麻羊一次两次就算了 时间长次数 多了大家又开始烦了 甚至有网友总结了他的炒作方法 XX 哭 还被吐槽一大把年纪了又不幼稚 不管是不是真的用心悼念妻子 但明明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站在舆论中心 还总是带上王七名字的话 确实让人感觉有炒作的嫌疑 不过有些人就是喜欢把字面表达出来 况且现在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也会有不容易的时候吧 麻羊到底有没有让他浪次回头 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 只是都深情到这种地步了 以后再婚的话 可能又会被骂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